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中国人来说 高考曾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机会 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全中国的高考报名人数 是1342万人 比2023年增加51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对中国的高三学生来说 想考上好大学并不容易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 中国本科计划招录人数 只有450万人 也就是说 今年报考的1342万名的考生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 能考上本科院校 2023年 彭博新闻梭里的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在全国范围 能进入一本 本科一批招生的大学 各大学生大约只有10% 985厘的39所高水平大学 录取率也只有2%以内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录取率 大概是万分之五左右 所以有人说 这届高考是历年来最难的一届 大学生压力大 老师压力大 家长亦压力大 在高考前 中国陕西省库平苑 南光中学的林校长 为了给学生打气 竟然着上了旗袍 没有带旗 该校长 着着藕河式的旗袍 空前带着一朵大红花 激昂地说 同学们 为了大家 我今天豁出去啦 祝大家高考加油 高考必胜 旗开得胜 接着 校长就开始挥动一面 写着高考必胜的红色带旗 大叫着 高三加油 学生们齐齐接着说 高考必胜 至于这名男校长着旗袍 据说是因为旗袍象征 旗开得胜 表示他希望 学生都能考出个好成绩 不单只校长这么做 很多学生家长也在高考期间 纷纷着上旗袍座位 给小孩子打气 等等 这里为什么还有一位父亲 也穿起了大红色的旗袍 和黑色的高跟鞋呢 原来这名父亲 同样是为了给小孩子鼓敬 不顾形象 穿着旗袍 希望小孩子 能骑开得胜 考个好成绩 而且 穿旗袍 给小孩子高考作威的父亲 还不止这位 还有很多妈妈 也清一色穿着旗袍 手里边拿着向日葵等花朵 看来大家都想遮着旗袍 逃个好寓意 还有一幕叫人忍不住发笑的场景是 河南省一所中学大门外 停着两辆奥迪车 黑色奥迪车前边 系着颜色喜庆的大红花 车牌是985 另一辆白色奥迪车前边 也系着大红花 车牌号是211 当日早上参加高考的学生 纷纷排队弯腰摸一下车牌 以求吉利 因为车牌985和211 寓意着中国985和211重点大学 虽然学生和家长为了高考十分投入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恶化 外资纷纷撤离 大量工厂倒闭 店铺关门 中国青年失业率非常严重 真相传媒发布视频显示 中国大陆皮皮虾节目主持人 在街头采访路人 问他们高考是否能改变命运 不管男女老少 几乎有95%以上的人都认为 不可能 记者问 你觉得高考是否能改变命运 一名老大爷十分肯定地说 改变不了 靠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记者又问一名未投紧缩的中年人 你觉得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吗 这名中年人略显忘言而有些沉思说 应该不可以吧 我就是考过的 一名本头白发的老爷爷说 原来有这个想法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他摆下手说 现在没这个想法了 一名网约车司机笑谭 自己的经历说 我那时高考分亦是 六八七十几分 一样还是开网约车 还有一名带着 针织帽的外卖小哥 略显瘡桑的笑着说 主要是不可以赚钱嘛 现在钱多难找啊 学位都不重要 现在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的太多了 这名小伙子说 自己是天津大学 学过是物流专业 是九八五大学 二本进的 当时考出六八零七分的高分 小哥指着旁边一群 穿着黄色工作服的外卖人员说 我们这里站点 有大学学力的很多 所以我感觉学力没什么重要 一名带着太阳帽和墨镜的老爷爷 十分感慨地说 你要跟着时代走啊 你二十年前能改变命运 现在改变不了 记者问 你觉得现在靠什么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老人说 靠什么 靠你老子 当官就行 这个话 忍得旁边 一位老人哈哈大笑 却也是生活中的现实 记者问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士说 你孙女考高中 你希望她考中吗 这名面上 受伤的男士一边摆手说不希望 一边将面扭过去一边 接着说自己的新宣事 他说 现在大学毕业又怎样 我儿子是东北石油大学毕业的 毕业也只是赚四五千元 我刚是供他上大学 花了十七万 被他买楼大装修 被他拿了差不多五十万 还是改变不了命运 他现在还没我赚得多 他是学土木工程 我俩同样在一个楼上上班 我一个月赚八千 他一个月先赚两千 还不够我赚得多 他又说起自己的孙女 做作业到晚上十点 早上五点起床 天天如此 看来普通人想通过高考上大学 改变命运的观念 现在已经转变 6月11日 账号真上传媒发帖讲 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孙 所以他只考了105分 就可以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 还附上毛泽东的孙子 是毛泽东的照片 2010年 毛泽东晋升为中共人民解放军少将 是解放军最年轻的少将之一 也是为数不多的 1970年代出生的少将 毛泽东有着一系列普通人 难以拥有的透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 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等等 但毛泽东对自己的晋升 中共少将和一系列 荣誉性投降的特殊经历 似乎也觉得有点心虚 承认说这个其中有家庭因素 看来这个也应了 刚才视频中那位老爷爷的话 靠你的老子当官就可以了 很多高中生拼尽全力考入大学 却发现那些外国留学生 过得比自己要好得多 因为中共为了提高国际地位 将招收外国留学生作为政治任务 不仅降低外国留学生的入学门栏 还给他们提供巨额生活费 从而吸引他们来中国大陆留学 今年5月30日 X账号得用传媒发文说 你敢相信吗 长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 不靠学术水平 不靠大学科技吸引外国的留学生 而是靠发展悲善的黑球留学生 清华每年给留学生的补贴 已经提高到30万元 而国内的学生学费 上涨超过50%多 天天叫虚买国策 你们是一群 预假包援的度国策和买国策 天文下面配上视频说 一个高等教育学府 不靠自己的教学水平 吸引外国留学生 而是要用发展讨好的方式 黑球留学生 这种食相真不是一般难看 中国人拿自己国家的奖学金 竟然要给我个人难赏一万倍 你敢相信吗 就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 两所知名大学举例 只要你是外籍考生 都可以申请奖学金 不看成绩 不看贡献 不看国籍 只有一个标准 你只要不是中国就行了 但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申请奖学金的话 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你必须要高口成绩 全省第一 或者是高中阶段获得过 国际比赛的金银奖牌 这两个标准之下 一个省最多不会超过五个人 能申请到奖学金的 去年7月 X账号海外爆料发帖说 中国每年花费 550亿元 招收外国立学生 网友纷纷评论说 外国学生今季 中国学生九菜 人民的血汗钱 换来假大空的中国梦 对外大耍弊 却苛待自己的老百姓 2023年7月 X平台账号海外爆料发文说 中国研究生花了80万 学习费毕业就失业 外国留学生 包食包住还有零花钱 中国政府 卖卖国策是什么 下边附上一名来自泰国的留学生 和其他留学生领取奖学金的视频 上面打字说 外国留学生全面上学 每个月领取3000元的生活费 从中可以看到 一名来自泰国的留学生介绍说 我们在这里排队 这里大部分 都是各个国家的留学生 随后他拿着一袋一袋的人民币 对着镜头开心的说 大家你们猜一下 这里多少钱 这里是一个半月的奖学金 我们研究生的生活 3000元一个月 真是很开心 2023年9月5日 S平台账号 80热点新闻发布一则视频 中国学生的宿舍 和外国留学生宿舍大比拼 只见 简陋的中国学生宿舍里面 是很多 躲在一起的上下铺 过度十分合宅 而海南大学 为巴基斯坦旅留学生配的单人宿舍 看起来条件非常好 不但有干净的单独卫生间 还有24小时提供热水 房间里面有单人床 写字台 大冰箱 容桌还可以欣赏海南美景 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它铺了地毯 然后这边是个卫生间 然后里面24小时的热水 然后一张单人床 然后有个大天山 我看一下阳台 今年5月19日 X平台帐号推上小人翻文说 每年高考数达10亿的教育资金 竟然主要用于 资助外国留学生的学费 和生活费 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资金竟然出自 我们日常缴纳的税款 这个难道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公平吗 配套下边 是一个穿着樸素的男孩 在工地上吃饭 旁边的文字解说介绍说 这个男孩父母都不在了 无依无靠 独自一人在工地抬水泥 供自己上大学 让人心酸的是 男孩说 工地总是赦帐 必须埋头苦干 生活不给选择的机会 要赚学费 2023年7月 网上曝光了一份山东制南大学 国际生生活费发放的表格 显示4名留学生 每人都得到将近3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 比大学老师的工资都高 据有知情人在网络爆料说 山东大学 比每个男留学生 配3个女学官 而很多女学官 都到医院打胎 适时学校不但压制消息 还向受害的女学生施压说 只要不张扬这件事 就能获得保现 有评论人士分析说 中共当局是希望拉拢 或者培养这些未来的非洲精英 从而方便对非洲的统战 而中国高校 真是需要吸纳更多的外国留学生 以提高学校在国际上的排名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